你好,我是二鸭 今天我公公又割韭菜卖了 割韭菜去批发 就是难去选 割回去要选个一天 选一天才是最多就选了三框 而且还要一家人选 如果一个人选最多人选一框多一点 也选不出什么 这边很好,我老公再割 这些韭菜是今天早上割的 下午又串出来了 今天下午,当天割,当天串 串得很快 看一下全部都是鸭粉 一排一排的鸭粉 我公公种的韭菜全部都是放鸭粉 他千多两千块钱的鸭粉吧 全部拿来放韭菜的 看一下这种,堆着好多鸭粉 看到没有 这里一排,中间一排鸭粉 过了一排韭菜,这样子 所以我公公种的韭菜很轻,很绿 又不黄 而且这种韭菜放有机肥就好吃 不放肥料就好吃 放肥料的就没有那么好吃 我老公割的这一箱很好 看一下 轻轻的 这一箱韭菜 再割一框回去选 多割一点 爸爸帮你割 你不会割的 你来看着好不好 不割 你不会割的 你长大了 再帮爸爸割好不好 现在就想帮爸爸做事了 给你玩一下吧 玩一下 玩一下的 晚上赢了 割出来的韭菜就是这样的 很好 走开 你不要拿你走开 这里一片都是韭菜 你不要踩到韭菜 一片都是韭菜 我公公种了很多 从这边一直到那一头去 一亩多 这里 这里一亩多 老公给你种 你种得出这么好的韭菜 没有 我的不会种 你不会种了 你看爸种菜的技术 这么好 不要拔 拔死了 你看这韭菜 好好清悠悠的 这个要卖了 这个韭菜 爷爷爷要选 哥选去批发的 哥哥好上瘾 好轻啊 这个是黄泥巴 种出来的韭菜 很好 这里一堆都是野葱 一堆都是野葱 这一棵是不是很茂盛 很肥 这种 一片都是野葱 这一大堆看到没有 这里一片里面 这一片都是野葱 这 现在在选这个韭菜 再选 割了好的回来 刚刚割回来还带泥的 红根韭菜 现在都闻到香味了 这些还没选好的 待会要慢慢选 每一次割韭菜回来批发都要选一天 一家人在这里搞 这些还要重新绑的 重新绑的 这些 先这样子绑着 也是选好了 这一块 这种是还没选好的 还没选好的 这里是我选好的 这里还没选好 这种没选好的就是有黄的 这种把它给掐掉 掐掉就可以了 这种就把黄的给掐掉了 轻悠悠的 这个韭菜是红根的 这种韭菜好香 老公也在搞 朋友婆婆两个人都搞不过来 如果不搞的话 一天都搞不起 好难选的 现在人工 这些是我刚刚选好了的 它扎起一盆一盆 在外面都买不到这种韭菜 今天中午就煮韭菜 吃火工 种了很多韭菜 今天煮汤吃 这个是野葱 挖几分钟就可以挖得很多 我们这边很多这个野葱 拿来煎土鸡蛋吧 这个野葱 我们这边很多很多的 切碎 就挖了鸟三分钟就得很多 根本就不费九牛二虎之力 煎几个土鸡蛋 这个像鸟蛋 很小 我要吃鸡蛋 好 这是真正的土鸡蛋 这个蛋黄 鲜色 黄色 这种就自家的这种土鸡蛋了 每天都剪的两三个 有时候一个 有时候两个 反正一家人吃就够了 把这个野葱给它放进来 这样煎起的蛋会很香很香 这野葱存天然的 这种家常菜呀 在外面打工的网友们 应该是吃不到的 这个瘦肉土鸡蛋汤 是给小宝了 哇 这个是酸黄蛋 看这个土鸡蛋这么小的有两个蛋黄 看一下 这是两个蛋黄 看到吗 放到锅里 给它蒸 那个碟子盖一下 打火 盖起锅盖 这是我做的这个纯手工的酸豆角 拿来炒来吃 切点瘦肉来炒酸豆角 我几个月都没吃肉了 看一下吃不吃的像 切点肉丝 自己泡的这个米椒 这个很香的这个米椒 看一下 我自己泡的 我现在拿来炒酸豆角 这个瘦肉 瘦肉鸡蛋 汤蒸好了 哇好烫 这个韭菜很清甜的 这样煮起来 这个韭菜就像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特别的好吃 清甜 哇 好 孩子 既然…… 我把这个草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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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T 有份说叫我记得 吃饭了 我们吃完了还要选韭菜 好香的叶红结极的 太香了 我吵起来 都快吃光了 吃饭了 还在这里帮着韭菜 帮了一天了 从早上跑到天黑了 跑到天黑了 这边是一天的 要清醒一下 这些也在弄 这个大小的覆盆 还在那里 这些是全帮我一起去 这些也在弄 你看 爷爷绑韭菜了 到床了绑起来 绑又绑得整齐 每一把都绑起得很好 主角是我是你